听好不好 他们都是靠一个人的力量 一个人 然后去做很多事情 去带动一个国家的改变 那你们也是一个人 也可以开始去转变 像这一个 这一个像什么阿伯是不是 像阿伯 你知道他们的国家 他住在这个地方 好多好多学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在北极圈你看 还有好多狗狗帮他们搭 那个地方本来要好冷好冷 他们也喜欢好冷好冷 结果现在你们觉得现在的天气是 会不会好冷还是好冷 现在的天气好冷对不对 所以他们受不了了 然后他开始去用很多机器 然后还去问他阿嬷 问他的那个祖母说要怎么办 然后透过这样子 他去追踪到气候的天气 对那是北极你们好棒哦 然后他就了解到说要怎么 要怎么去 去追踪气候的电话 还有这一个海色 海色女士也是一样哦 她有一天啊 她女儿回来的时候 全身又脏又臭 她发现为什么会又脏又臭 可是她是从外面进来耶 为什么会又脏又臭 猜得到吗 有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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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垃圾 怎么会她不怕跳到垃圾里面滚吗 还有在猜呢 好 那阿姨要公布答案哦 因为啊 空气很脏 空气又臭 然后呢 又有灰尘 结果她女儿去外面走 一次后回来就 又臭又脏了 所以呢 这个阿姨 她就开始哦 去写信给电视台 然后请她们要告诉大家说 今天的天气是好还是 今天的空气是好还是不好 她通过这位海色女士的努力哦 很多空气污染法规 大家开始在注意到 空气的那个 要去保护这个空气了 就不再有人乱排黑烟了 甚至很多摩托车啊 如果排黑烟的话 都会被人家说 哎 要怎么样 修 对 要修理 要收起来 或者是要买新的 要换新的 那这位万加利博士啊 阿姨妈妈有跟我讲过 有烟的时候就要去修理 哦 真的哦 对 有烟的时候就要去修理 不然会怎么样 污染口 又脏又臭 污染空气哦 好 再来哦 这个是非洲的万加利博士 这位阿姨啊 她很厉害哦 他们在好久好久 好久以前哦 他们国家本来是有好大好大的一片生理 结果哦 因为人类啊就是不断的乱砍那些树啊 那些树都死翘翘了 结果他们的树是好少好少哦 然后啊 这个万加利博士哦 他就带领了大家一起去种树 每个人种一棵树 你们有没有种树 没有 真的哦 没有 你种树哦 很棒啊 都是一个爱护地球的行动哦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万加利博士啊 在他的努力之下 你知道一直到今年啊 他种了几棵树了吗 很多树 很多很多很多树 哦不只哦 他种了四千五百万棵了耶 记得懂这个数字吗 不懂没关系哦 反正就是好多好多 比这个学校还要大的树哦 还要多的树哦 哇 我们把那些树种回来哦 然后啊 甚至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这一个拉结左倾 我们来介绍这一个好了 这一个